欢迎来到七郎房车 这台车是我们七郎房车刚升级的一款冠军版S 经过我们的全新升级之后 这款车特别适合大家长期出门旅游去用 如果你是夫妻两个人的或者一家三口人的人 一定不要划走 一定要把这款车看完 因为它太适合咱们长期出门旅游 还是一款没有强制报废年限的房车 这款车是长度能达到5米18 宽度是在2米06左右 车的车身高度是2米53 大家能看到这个车头有一排的功能大灯 可以在我们驻车的时候打开 让这个车的外观更加漂亮 而且车顶上是有行李架 你们出门想带的装备 车里边如果放不下 可以放到车顶上边 车的侧面还有一个外推窗 包括户外的遮阳棚全部都有 这边是一个户外餐桌 可以打开去用 然后这边是一个户外的柴油炉 可以让你打开 让你看一下 整个车里里边是有一个室内厨房的 如果大家是想在室内做饭的 车里边像电磁炉 微包油 电冰箱 包括出油烟机 在车里边都有 您如果想在户外做饭 这个柴油座 柴油灶的厨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正上方是有2米5成2米的遮阳棚 您在户外做饭也临不到雨 这个厨房就是我们能够在户外露营 去做饭的厨房 我们到户尾部一块看一下 这款车的户尾部呢 还给大家配了有一个自行车架 您出门带个自行车也没问题 而且是有爬梯 可以辅助我们上车顶的 车顶上也铺的有太阳能板 我们一块到车的里边 去看一下内饰的布局 一定要把这款车看完 车友们 来我们一块走上车 感受一下房车里边的逆势布局 中门这一块有一个大厦门 可以保证蚊虫进不到车的里边 能够通风透气 还有一个电动踏步来辅助我们上车 走进车内呢 是有一个三座对卡会客厅的 副驾可以往后旋转 中间有餐桌 后边还有一个双排座 我们三个人可以在这儿 面对面 当然一个喝茶办公的地方 这个车呢 搭配的是有一个怀挡的设计 像多功能放放盘 一键启动 无要时进入 换挡拨片都是有的 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个智能驾驶 这种房车的油耗 百公里在八个油左右 室内厨房呢 是有一些电器能够让你们去用 微包炉 抽油烟机 台面上也有一个电磁炉 下边是电冰箱 它这个台面上用的材质 是一个防水还耐磨的材质 包括墙面上有一些外液电源 你们想要在车里边用电的也没问题 在旁边的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车内的卫生间了 这个卫生间是一个像大衣柜一样 材质也是一个树脂的材质 我打开卫生间 让大家到里边去看一下 室内卫生间 它是能够变大一倍 变小一倍的卫生间 打开之后呢 里边这一套的设备 都是完全适合大家长期旅游 去用的一些设备 固定马桶 折叠的吸水盆 出拉淋雨花洒 冷热水在车里边都有 还有空调暖风 支屋架 带灯的镜子 换机扇 你要在用不上卫生间的时候 可以把里边当成一个衣柜 去挂衣服也没问题 想用卫生间的时候 可以把它变大一倍来用 这样往外拓展就能变大一倍 里边是完全防水的 在里边洗个澡不压抑 平常用不到卫生间的话 可以把它变小一倍 让车里边能放大车里边空间 下面还有一个过道 可以让咱们前后贯通 这个卫生间还挺不错的 不会浪费车里边空间 我们一块到后边 看一下这款车的大床有多大 车帘拉开之后 后尾部这张大床 长度是能够达到1米9左右 宽度在1米35 像床边的一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 床头有取电口 上面这一圈都是您的储物吊柜 经过我们这次升级之后 把床尾这边的一个储物吊柜 加大了一点 里边也有防护绳 都是带卡扣的一个储物吊柜 夏天有空调 是一个海尔的品牌 冬天的话是有威巴斯通的水满体机 这张大床满足大家能够两个人睡得下 如果你要是感觉睡不下的话 我们在这个下边 这个座位它还能够变成一张床 让大家能够也能用得上 座位聘床这个设计也是特别好的 我们到后尾部看一下 因为这个后尾部把后门打开之后 也都是我们能够放一下 你们储物空间的一些大的物件 都可以往后尾部这里边去放 这个后尾门打开之后 它跟车的里边是相互贯通的 也有一个大扎门可以拉起来 保护车里边环境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别细的一个细沙 保护让蚊虫吸灰细沙进不到车的里边 上面是大床 床下边的这个储物空间 也是非常大的 你们出门带的一些装备 都可以往里边去放 里外贯通的一个空间 包括这个门是可以变成一个餐桌 让我们在户外用的 这款车的水箱呢 是在105升左右的一个清水箱 35升左右的汇水箱 整个车标配就是10度电左右 这种车它的高配价格是在29.4万 标配呢是在269800 大家如果是对这款车感兴趣的 可以屏幕下方留言过联系 我们下期见 再见